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真實中國》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一位官員來到香港 就是夏寶龍 但是這件事報導的人不是很多 媒體說他來到應該是為了23條立法專程來港聽意見 但是李家超說不是 他就是要重視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我們知道3月4日、3月5日就是兩會的大日子 夏寶龍這次過來呢 一年之內來的兩次 去年就是4月份過來的 現在就是2月份、2月底過來的 到底目的為何呢? 今天請李先生和大家分析一下 李先生,究竟為什麼會下來呢? 你好 其實沒事的 因為香港的事情就是中央的事情 如果中央要解決香港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人 特別是中央共產黨最喜歡的調查研究 實際去和你那些政府官員、商人和機器人士談 到底香港有什麼問題 以及要用什麼方法解決 有什麼方案 其實他這次下來是中央 在決定怎麼解決香港特別的經濟問題 之前他做一個現場的調查 就是簡單其實就是拿了 嗯 拿什麼料呢? 其實香港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過去一年裡面 其實你說香港做得好不好呢? 坦白說 如果你說香港特別是李家超、鄧炳強這些官員 其實應該做得無可挑剔的 因為現在的時勢 不是一般的時勢來的 就是整個西方社會口就沒有說 其實大家在美國協調制裁香港的 你看一下他揭資 現在其實是一個很詭異的時勢 就是你說那個時勢 就是有個時間 美國加息 資金回流美國 就是他們是利用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去做很多事情 簡單來說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美國加息 資金回回美國 換言之他就撤走了 你結合他就叫公司不要 特別是券商不要再在香港買賣 那變成你的雞量就少了 那你就覺得那個股市會跌下去 其實香港的股市大部份有價值的股份 不是香港本土的企業 是全部大陸的企業 那其實現在你說香港股市跌 是間接性 就是西方告訴全世界 說中國不行 就是它是一個 但是它明明都說了 就是那些報傳媒在那裡唱衰中國 那加上香港股市跌 就是間接引證了 就是說你中國不行 就是它就用這個手法 所以其實是一場的金融戰來的 你說怪香港現在的股市跌 其實你說香港現在是個金融為止 其實這些是 你說去問責特區政府的官員 其實是不公道的 因為其實它們都沒有辦法 不過時勢是這樣 就是它們控制不了 不是它們不想做事 是根本做不到事 好了 你要解決現在這個難題 單憑你香港政府是解決不了的 那你必須要靠中央政府 就是我經常都說 你說香港的股市 你說要活躍它其實很簡單而已 你中國現在每天的成交額過萬億人民幣 你香港 你去到2000億港幣 一天的成交額 就是那個股票的成交額 那已經是很好了 如果去到3000億跟著爆燈 那主要你中國 就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協調好它 直接開放人民幣 直接買買港股 就是不再需要兌換成美金 兌換成港幣 那你每天在大陸的成交額裡面 撥十幾個百分之下 那香港市場就馬上就很好了 那我經常跟你說 是做百分要殺頭的 那些人都有很多人去做 那如果中央政府有心 就是用一個方法 搞活香港的市場 令成交化提高 你信不信西方的券商 特別美國的券商 會不參與 會聽美國政府的話 我打醒我都不信 老實說 這次夏寶龍來香港六天 他應該會做很多事情 看看香港整個狀況如何 和以前完全不同 我自己覺得 香港 尤其是股市那邊 現在看到的時候 都可算為回穩 但是和美國 老美打一場金融戰 還未打完 剛剛開始 內地的股市也是一樣的 這幾天真是開門紅了 但是 老美會不會放過我們呢 絕對不會的 但是如果香港有錢賺 他們就會過來的 但是 有一個問題 香港的券商 做得不好 似乎現在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慢一點 是不是呢 李先生 你這樣理解 如果你還是靠港英前朝 那些官員 包括曾俊華 那類人去搞香港 肯定就不行 我告訴你 因為現在要搞香港 要新思維 那個新思維呢 現在你叫李家超 和鄧永遠 他們是不懂經濟的 他們是只要搞香港的國安 令到社會安定繁榮就可以了 其他搞經濟那些 那你就等中國政府 就是中國上面有很多人才 等那個頂層設計 怎麼幫你搞定它 就是其實你現在香港要搞定 整個經濟層面 就好像你現在樓價那樣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跌 說沒有人買地 沒有人買地沒有問題的 現在大陸都是 那我就叫國企下去買 就是國企的使命 不一定是賺錢的 是穩定的社會 那你不買 你香港的地炭商不買 OK 我就找國企買 我一買一買 我起出來 我平滿 我不賺錢就可以了 這樣就解決問題 現在其實 你要明白 全世界最大的資本家 就是中國共產黨 大衛選 對這個李先生經常說 中國共產黨就是最大的資本家 那有關房屋土地問題 我們也知道 其實現在香港的樓價 開始跌了 還跌得很金 內地也有傳說 深圳的樓市 現在跌得剩下三成 有些地方 但是當然 是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我也是有一點存疑 但是 樓是用來炒 不是用來炒 似乎在香港 都是成為一個常態 所以香港 要有些新思維 那什麼叫做新思維呢 李先生 你剛才提過 雙思維 你現在香港 以後 我都跟你說 香港 既是糾條 叫做精英路線 好了 你現在開始說 開放 一些醫療券 在大陸使用 其實你單單開放醫療券 都不行 因為好像中山 他現在找那間醫院 其實我跟你說 是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呢 這間醫院 當然他都是三格醫院 但是如果中山本地人 是不會去那間醫院看病 何況是香港人呢 所以我說 你要不做 你徹底一點 還有大方一點 你就珠江 西河州 所有每一個地方 就所有三格醫院 總之香港人進去看的 你就給錢 還有現在他有個什麼問題呢 我看完他 我馬上跟那些人說 我說香港人不會去的 你去根據 港大深圳醫院那個 給錢的標準 你每一次去看媒診 要給150元 然後其他那些 香港政府給 你現在去中山最頂的 那間三甲醫院看病 可能你自己都不需要 就是我不需要用你 香港政府的服務 我自己去看 我都不需要給150元 有什麼用啊 這些措施 所以做事縮手縮腳 沒有用了 大陸Sir 沒錯 你現在 用這樣的一個收費標準 我告訴你 香港人去做什麼 是不是 那如果是 那我不如用回 內地的醫療體系更好 買個醫保就搞定了 何必搞這麼多 所以特區政府的醫療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最近我看到 有關 就是韓國那邊 又是一些 醫生示威啊 甚至是辭職啊 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些 整個醫療系統 我覺得是 很需要改變的 香港呢 到現在還沒有發生 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個情況 究竟是為什麼呢 李先生 你有沒有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些呢 你就知道 西方和中國的 這個區別 我不要說差距 所以我說 現在全世界最好的醫療系統 就是在中國 就是不是說 它的醫術 厲害到超越過西方 不是 就是整個系統 就是造福人類的系統 現在在中國 就是先進過西方 現在你 我都經常說 好像我們以前去讀醫 那樣 第一課 就是講醫德 那老師會問你 你為什麼要去讀醫啊 那你讀醫 是說是醫人 就是普到眾生 但是現在西方的理論 你讀醫生是賺錢多的嘛 但是最好做少些 賺錢多 它不是說為了醫人 這麼崇高的理想 去做醫生嘛 所以我就說 現在你韓國的醫生這樣的款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回大腸金 那個出電視劇 我不知道大學長有沒有看過 那個出電視劇 我有看 是 如果按照大腸金 那個出電視劇 對醫生的要求和標準 我夠膽講 現在韓國沒有一個醫生 合格 就是做醫生的 就是我不管你的醫術多好 但是你的思想 和你的醫德 和你已經是不合格做醫生的了 沒錯 你明白嗎 所以我有一時 有時 以前我跟你說 我最討厭聽見 香港每一年 放播 5A 6A做完 就問他第一句 你讀哪間 我讀港大醫學院 那為什麼要讀港大醫學院 我叫做醫生 做醫生怎麼說 我還要賺錢多 是 那就憑這一句 你已經沒有資格做醫生了 這個絕對是 是不是 這個絕對是 還有你做醫生 為了賺錢 很嚴重 很嚴重 是吧 你這個謀財 那種害命的 是不是 李先生 我又不夠膽 講到謀財害命那麼嚴重 最低限度 就是一句 如果醫生 賺得多錢 病人一定受苦 就一定是那個 那講回南韓 南韓的醫療體制 是不是公立醫院為主 還是私立為主 這個我不清楚 就是他整個醫療架構 我不清楚 不過 就是他這個做法 就是 是可恥的 嗯 那你明知道 就是現在南韓 按照他講的比例 就是 那個醫生和人的比例 他人家正常是三點幾個percent 是簽名的三點幾 現在他得超人之二點幾 就是還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他起碼 他僅三分之一的醫生 那你有什麼理由 現在獻職的醫務人員 還有 剛剛讀完書 在實習的人 要出來抗議 還有要辭工 就是說要罷工 這個絕對不合理 既然你都不夠人手了 那為什麼 你還要做這些事情 還有我經常講 全世界其實最 經常說犯壟斷 其實最壟斷的行業就是醫療行業 為什麼西方社會沒有人看過 說要犯壟斷就犯這個行業 特別香港也是 香港 不是缺醫生的 因為香港的醫療太過商業化 那些醫生 公營醫院 就是公營的醫院 譬如醫學院 培訓到醫生出來 然後去公立醫院那裡實習 然後出來做醫生 當他們完成了實習 還有在公立醫院 完成的培訓過程之後 他又出來去私家醫院職業 還有自己賺錢 這些其實我不合理 現在中國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它不是說行政策 我不給你開業 現在中國的醫療體系 醫生都可以出來開業的 就是普通醫生的 問題是你問一下 全中國最好的醫療的醫生 就是在公立醫院 為什麼醫生不會出來想 去開業呢 因為你出來開業是沒有人看的 因為就事關醫部 他的醫部 只是公立醫院 而他私家醫院是不包的 那試問一下 那誰有醫保的人 會自己付錢去私家醫院看 所以這件事 中國政府做得很成功 對 我就找回資料 原來韓國那裡 真的有很多私人診所 包括整容 但是在開診所的時候 通常都是配備一至兩個主治醫生 有藥崗位護士 以及相關醫療程序等等 今次 他們說要罷工 或者請辭 其實請辭 我在錄製節目的時候 已經看到七千多位 是要請辭的 我相信會過萬位 其實最主要就是 韓國政府 最近在2025年 增加2千個醫學院的招生名額 相當於大增了65% 解決農村地區 以及基本醫療領域的 長期存在的醫生短缺問題 之前是吵了很久 一直說 我的醫生做得很辛苦 人手又不夠 所以就要加薪 加薪 還有診金我們要加 這些全部都要加 今次 給你了 找多些醫生 你們自己去搞吧 有醫生在等於培訓就行 結果 你增加學雅 就引起一些醫生界的猛烈抨擊 他們認為 會破壞國家優秀的安全醫療系統 影響醫療的品質 抗議之外還集體辭職 反對政府推行醫學院抗招計劃 這一點很奇怪 欲加之罪何謀無辭 醫生不夠 剛才李先生說過 當然要加醫生 你不加醫生 你用現在的醫生 哪有夠呢 還有我們看到 在韓國其實都有 一些醫療事故 是因為醫生的醫術問題 所以造成很大的傷害 所以這次我覺得 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其實怎樣呢 你所害苦的就是人民 你懸護濟勢 其實是必須的 你做得醫生 當然有你自己的理想 和理念 我們看到 韓國醫療協會 又準備罷工 韓國住院醫師協會 他已經對140間教學醫院 總共1萬名住院醫生 進行調查 有88%的人 有意參與集體抗議 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 整個醫療系統 就這樣被玩殘了 是不是 李先生 剛才你說的觀點 其實不會成立的 你說抗招醫科生 令到從事 醫生的數額大 其實你想一下 現在的醫療那個 那個人獸已經短缺了 好了 那你 那些人又超時工作 又很辛苦 是不是 是 好了 那你已經看人是很累 和工作量很大 你是保障不了醫療質量 好了 現在你擴大招收的醫科生 令到醫生的額多了 那個工作量沒有那麼大 是不是醫療的品質高了先 另外擴大招多醫科生 是不是 將來 這個人才多了先 就是這些根本是歪來 就是其實他們是 想壟斷的市場 令到醫生少 病人多 他們就可以收多些錢 就是現在好像香港一樣 所以這件事 所以我說 有時候真是好賺 好賺中國政府 真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樣東西 你說好像中國醫生 你說他們沒有貪面嗎 我跟你說百分百有 十幾年前 已經我和一些 一些朋友做醫生的 他們都談話 出來開診所 為什麼到現在十幾年之後 都繼續留在醫院做 不敢動呢 因為他們很明白 他們出去是沒有生意的 因為醫保那裡 已經是不包含他們的 他們是會沒有生意 就是他們找不到 所以我留在醫院做 他們一直都很穩定 所以你說 現在包括香港還有 醫療太過商業化 變了醫生 已經變了沒有 已經不是為了做醫生 就是醫人 其實做醫生 因為這個行業很賺錢 又賺錢多 又壟斷 那我上去做醫生 對嗎 沒錯 你這一層 李先生 也跟大家說過 因為醫生 其實你變成一個商業的行為 對所有的人民 都是沒有任何福祉的 還有我們觀察到 內地的醫生 為什麼這麼穩定 因為整個系統 你醫生 本來不是為了賺錢 而去做醫生 而是你為了自己的理念 醫學的理念 救人一命 所以才會做醫生 但是 韓國 為什麼這次會搞得這麼嚴重呢 我就覺得 是他們誤解了 覺得這樣會侵害到他們的利益 其實這個會不會侵害到他們的利益呢 我覺得 跟李先生的看法一樣是不會的 但是他覺得 越來越多人跟我爭 那我就拿不到更加多的好處 這方面 可能是他真的想多了 你也可以看到 在一些自私自利的環境 那你的所有醫療服務的體系 似乎就變成任人如獄了 整個西方的體制 我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我們在韓國都可以說 他是完全西方體制的 還有你現在看到 人口是老齡化 在韓國的很多老人家 其實他們都失下無疑 又或者是下一代都不想再生獄了 因為競爭太大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醫療人員是不是很重要呢 我覺得 真的需要很多 譬如我們內地 其實人口是不是 開始老化呢 我自己覺得是 有很多時候 你見過年輕人 以前可能十幾二十歲 結婚生孩子 現在大家都不想再繼續走這條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要好好享受生活 這是一個中產國家 所會發生的問題 當然 我們也會說 中產收入陷阱 是不是中國在經濟中 我覺得是會突破到的 但是生育的確來說 是比較少了 這個國家上 你應該都會有另外的 方法處理 是不是呢 李先生 這個肯定 其實你說這條問題 就是如果你不同的制度上去設計 還有在那個醫生的收入上 就是特別你 現在 中國 整個中國 以公營醫療體制為主 以醫保為主 這樣就可以 困住那些人 那很多時候 你如果不是用這個制度 根本你就混亂了 他現在 現在在中國政府 以前 有很多專家 所謂專家提出來說 醫療產業 教育產業 這些呢 自從我等 特近平上來之後 就批評到不得了了 就是你 教育 你不能夠作為產業 就是作為賺錢的工具 教育 第二個 醫療 如果變成一個 過份商業化 好像香港 過份的產業化 變成了 最終損害 就是損害病人的利益 就是你只能夠 越給越多錢 但是你得不到 你應得的服務 那些醫生是貪婪到不得了的 所以 當然不是個個 一樣是有醫生有良知 不過大部分是被這個 這個氛圍的影響下 他們每個都會變得很貪婪 就是這樣 這個 繼續 李先生 所以 我 簡單說一句 就是兩個制度 對比較 就是西方 和中國比較 就是我比較認同 現在中國政府 對醫療政策方面的改革 就是和他們 就是為什麼做到這麼成功 以前說回來大陸 有病沒有錢就不夠了 現在不會的了 他每一個醫院裡面 是有一個叫做救助基金在那裡的 就是當你有什麼事發生 意外或者是沒有錢給的 那麼他就在那個救助基金那裡出來 就是錢是由那裡支付 就是他現在 絕對不會說有什麼病 也不會夠力 還有呢 你到時候真的有困難了 再去政府的申請那個救助 那現在就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就是我都說他做事 特別現在中國政府 他做事 他一覺得好的東西 他立刻就改 一好的東西就改 就是他不會留到隔夜的 所以 改革 就是那個改革 他們之所以就會這麼成功 就是做的事這麼成功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國家遇到 我們之前說過房地產的問題 不是問題的 中國有很多錢 還有可以解決到的 但是呢 整個經濟復甦 現在都出現了一些問題 大家看到 比老美 就是按著搶 按得很厲害的了 那麼 現在整個中國復甦 其實我們最近看到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 就說 你如果世界經濟復甦 那時候就要看中國了 美元跌 人仔升 世界上就會經濟復甦 這個論述 我覺得挺特別的 要人仔升值 美元貶值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那真的 美元真的跌的時候 人仔升 購買力上升 就會令到整個全球的經濟變好 會不會呢 李先生 這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突然想到 這個肯定的趨勢來的 就是我想美元 應該是年中到 甚至最遲下半年就開始減息了 它是一個不變的定律 就是你現在表面上 表面上覺得美國的經濟很強勁 其實就不是現在它集中了 就是高科技那幾個股票那裡 帶旺的股市 你看它其它的股票那些 就是以前全種行業那些都沒有怎麼升的 但是你說美國的經濟好不好呢 就是我告訴你 現在是找工作很難 特別是高薪職位 就是在美國 高薪職位是很難的 就是你可能 是幾一份 一百份 四百份的申請 全部都跟你 就是不會有回復的 就是不會有請你 有請人 就是回復你 就算見面都沒有的 所以你說現在美國那個實際的經濟狀況 那個狀況和它美國股市是有一個背驰在那裡 就是現在美國的股市這麼繁榮 其實和美國實際的經濟狀況是兩碼事來的 就是不代表美國的經濟 還有現在美國以後的國債問題了 就是今年如果它不把那個利息減下來呢 因為它今年要增發六萬幾個國 就是要八萬億個國債 那將來的利息那個負擔是非常之重的了 所以現在美國政府其實是 我們就不要敢說它 水深火熱 就是最低限度是很投行 非常之投行 那你說中國政府是否投行呢 中國政府都投行 它投行它不是說沒有錢 它是中國政府 特別中國政府是真的非常之有錢 但是問題它現在是 那個產能個性啊 還有現在是由中低端的生產 變成中高端生產一個過渡期間 就是這個期間是怎麼去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現在怎麼去突破它呢 這個當然 當然 我自己覺得內地 其實你的購買力上升了 就是大家知道的匯率 如果兌換的話上升 是對我們國家是會有莫大的好處的 因為民間所儲蓄的錢 又真的太多了 還有呢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現在內地的人 不是很夠膽消費的 這一點我們看到呢 就是在春節的時候 其實就 都是有一個大問題在那裡的 是不是啊 李先生 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你說 那些人是不是少了呢 就是兩體 其實特定的群體 好像公務員 好像做生意那些 那其實也是 就是現在在講一個 記得是那個時間差 比如說早兩年 在那個域症期間 西方是沒有物資 你拼命生產 生產出來 全部運輸過去 就是現在那邊都沒有買完 甚至現在的物資是個性的 那現在你再生產出來 當然沒有人要 但是當時很多廠 是中低端的嘛 是中低端的廠 那現在那邊 就是現在很多廠 搬到越南啊 搬到那邊 那你自然沒有得做的啦 那那個時候都已經 政府都警告那些人 就是不要麻木去開這些廠 就是你將來是沒有前景的 那當時那些人 很多人在那一剎那 就是覺得有單做不切 就是域症期間 是有很多單做不切 那他們就麻木擴張了 那你不聽政府的話 那你現在就要承受那個結果 那另外一種東西 你說 就是接下來怎樣呢 大陸呢 現在它減息 減息就會適合那個購買力 因為為什麼呢 按照西方的經濟利潤 如果你將那個息口減得很低 那那些企業 特別是中央企業 那些私人企業 就要大量借貸去增加那個經濟活動 那你現在中國和美國都在對沖 就是美國加息中國減息 美國減息 那些人去增加那個經濟活動 就是你說中國會不會過到去呢 就是我跟你說一定沒有問題的 就是問題是它現在夾雜了經濟轉型 接著現在房地產的周期 由那個人為調控 就是由人為去製造很多那個購買力障礙 就是慢慢慢慢放寬 但是它中國政府是不希望你 因為房地產就走回以前那裡暴征 當然你像美國今天都很容易解決的 如果中國政府 它不管你人民的死活 就是我只要解決我的經濟問題 如果中國在一個選舉的制度 它其實很簡單 我全面開放那個房地產 沒有限購什麼都沒有 還有我是借很多錢給你 將那個首期降到一成 我相信你有多少房地產都不夠買 不過它是不想做這件事 它要人民安居樂業 人人負擔得到 還有房地產的價格和現在的收入要掛勾 我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你的收入和價格脫了 就算現在香港的樓價跌那麼多 我請問你現在普通的打工仔 你負不負擔得到現在香港的樓價 是負擔不了的 沒錯 就算月入五萬都不行 我自己個人感覺 是的 還有你見到內地的收入 雖然我們已經快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 但是有很多的 例如好像二三市城市的收入 都沒有真正達標的 真正有錢的就是不上廣深 還有某些地區 某些省份 那裡就超出了 例如好像我知道江蘇一帶 其實收入都非常之高 但是內陸有很多城市 譬如好像中山一樣 都是幾千元人工 那這個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 中國的經濟已經發展得很好呢 我覺得還未是時候 慢慢一步步來 購買力釋放出來 就會好些 當然啦 有很多二三市城市 因為他們的樓價很便宜 所以積蓄了一定的購買力 還有現在做生意 如果你真的想做出口的 好像很便宜的價錢 那真的不用想 因為全球的需求 只會越來越低 還有你真的 大家沒有錢買什麼 以前可能 我看到那東西多漂亮 我就去買 但是現在不會 你會想過度過 我是不是需要先買 我有需要先買 如果不需要 我就不買了 因為現在西方那裏 想死腳不抹腳 都非常困難 我自己覺得 當然有人說 其實現在購買力也很厲害 這個消化物價指數 都在升 但是大家想清楚 是不是代表一部份人 真的日子過得很好呢 我們中國人 當然會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 始終是會得以解決的 還有 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 我自己覺得 轉型轉得不錯 就是國家在這個灰國層面 但是暫時來說 還未是很全面 真的完全轉到型 因為外部的打壓 令到我們轉型 是遇上一些困局的 對嗎 李先生 這個肯定 就是一個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的那個感覺 就是如果西方樣樣跟你是朋友的 就是跟你是友好的 和樣樣跟你合作的 那你就事半功倍了 現在它樣樣打你 特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樣樣打你 樣樣不幫你 樣樣不知道 今年的事倍功半 但是沒有問題的 中國政府已經很清楚了 中國人是 會一定要承受到這個壓力 和一定會解決這個問題 你看華為就知道了 其實很典型的例子 其實你看華為 除了它真的很成功 去解決這個芯片 去解決現在它的公司的問題之外 它是代表了一種精神 就是華為的精神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板給你看到 就算美國政府舉全國之力去打壓一家公司 之前東芝 法國的阿爾斯通 它都得請了 但是華為它就不得請了 就是已經給了中國人一個很好的例子 主要我們頂得住 主要我們有信心 有決心 還有我們是有能力解決問題的 華為就是最好的例子 是不是 其實現在美國是很慌亂的 為什麼呢 你看蘋果就知道了 就是華為出了那部手機出來之後 蘋果的手機 好不好 就是現在它西方是非常擔憂 如果中國能夠成功 2025就是那個成功了 中國製造 中國製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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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的話 中高端製造 就是不是說都拿了 拿了相當的份額 就等於西方那裡拿了 就是在它法會裡面 拿了很多 很多的好處 那麼所以它就會經常打壓你 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的 如果你上來 亦都做了他的角色 讓他做得好 效率又高 產品又便宜又美 他們就停黑米 他其實是很害怕那天的 但現在這個已經是發生中了 大家見到很多企業都會想和中國合作 但是西方政府不可以 剛才說過了 例如茲英偉達 有很多企業 根本是想和中國發展的 但是你不讓我進來 我沒得做 沒得做即是怎樣 沒得做即是沒有錢賺 那我用什麼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似乎現在就解決不了 有沒有什麼建議呢 李先生 怎樣解決這些 其實政治人物想事和生意佬想事是兩碼事 為什麼呢 其實中國政府從頭到尾 就是一向由習近平好到各級官聯出去 特別外交部出去和西方的世界 和歐洲和美國 加拿大解釋呢 中國政府不是想獨食 只不過是想要合作 就是中國政府想做一個 系統集成 但是系統集成之外 還有很多零件 還有很多分系統要做的 就是我是全世界採購 然後來我集成再買出去 但是他們不接受那樣東西 不接受那樣東西 現在它不是說我得了 而且你們全部沒得做 因為一個國家是沒有可能做得完 完全樣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呢 華為為什麼會出事呢 因為當初是相信那樣東西 我不做芯片 我做系統集成 因為它做整個5G系統 還有那個手機 就是生產的手機出來 我系統集成 然後我就向全世界採購的零件 就是其實它當初都沒有野心 不過你迫到它 現在什麼都要做完 所以說放心 終須有日 西方要明白 但是不明白 都要明白 就是中國做到出來的時候 你慢慢 你就要合作 就是如果你再迫下去 只會自己沒有飯吃而已 老實講 但是老美呢 我覺得現在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專門就不跟你合作 你所說的話 我也反對 總之你就要買我的東西 因為現在專利已經不在我手上了 還有 你的國家太強大 我現在迫到你 產量過剩 剛才也有提到的產量過剩 令到你產量過剩 令到你 那些東西買不出去 你便宜便宜買出去 拖垮你的經濟 這個西方是有機會這樣做的 會不會呢 中國又如何應對呢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 美國 就是美國 其實美國現在做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極端 還有做一個手法 就是 除了他們和商界合作 但是 所謂的一個意識形態之外 其實它最想做的 就是你崛起過程中 特別是你的產業升級過程中 打斷你 那它便可以長遠壟斷 但是當它發覺打不斷你的時候 下面的公司便會和你合作的了 就是它就會做一部份 那大部份是你做的 甚至大家 你做這些 我做這些 就是當大家的技術水平這樣上下 就是你有你的專利 我有你的專利 就是你制裁我 你生存不了 我制裁你生存不了 那個時候大家便和平了 就是終須有那一天 問題是多久 可能五年 可能三年 可能十年 不知道大衛sir 但是一定會有個人 就是好像打不過你 就是大家做朋友 一樣而已 問題是現在這時候 它自應 不是自應有能力的 它是最後一搏 就是現在這時候打不到你 就是以後沒有機的了 就是以後永世再沒有機會的 就差不多等於說 就是要跟你合作 某個程度上 他很不情願 就是為什麼不情願呢 就是間接承認了 現在你的社會制度 你的政府的 就是間接承認了 以前他經常批評你 甚至抹黑你 你的所謂的社會制度 現在要他承認你 就多難啊 大臣上 沒錯 但是現在都沒得玩了 對不對 我們見到歐洲都要和中國合作 這次王毅去了 毛尼克會議之後 跟著就去了法國 又去西班牙 其實很多國家都會找中國去談 原因是為什麼呢 你如果靠負自己的力量 沒有了中國 就完全搞不定 但是老美現在還在想 我有些事情領先你 那我就打沉你 我就不給你用 你呢 就要聽我話 這樣去做 但是無謂啦 我們也知道 你這樣的做法 可以捱得多久 老美有沒有突破呢 我覺得呢 突破的機會很微 無論你是特朗普上台也好 或者拜登連任也好 你的整個格局都不會大改變 但是中國呢 就不斷在變 還有呢 他有一個延續性在 如果萬一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一定會把拜登 所有現在做的事 全部取消 再令起勞灶 再搞 最近雖然看到消息 說特朗普在這麼多美國總統裡 排包 這個當然是一些文宣的手法 但是 我覺得都不奇怪的 因為說真的 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也是剛剛遇上 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的時候 所以 環境也不允許 而且他做的 就好像沒有拜登那麼壞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老美所採取的策略 我想只有一個 就是和中國合作 如果不合作呢 你就宣告在這個世界上拜拜 我這樣理的 有沒有錯呢 李先生 可以這樣想 不過應該就不會 他就不會拜拜的 他始終有個底子在那裡 你要搞殘他 等於我知道 當年美國和英國的權力轉連 起碼要30到50年 就是沒有那麼快的 問題是 其實現在中國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搞好自己的內稅市場 就是如果你自己 中國本身夠強大 那個消費力夠的 那你向全世界開放 買了全世界的 就是 和大部分國家做生意 就是說 我買給你 就是買高檔產品給你 我就去救你那些低檔產品回來 就是 大家就是一個互相依賴 就是OK了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美國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你什麼時候代替的角色 就是你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又是買得起人家的東西 加上你最好的東西 就是美國是利用的經濟能力 去干涉人家的國家內政 但是中國從來不做這些 那人家就喜歡跟你做朋友 現在慢慢你就受歡迎 那現在你中國去到聯合國開會 每個人都很多人 就是除了西方那些債人之外 大部分那些都是擁護你的 就是都同意 好像現在 中東那些政策 很多都擁護你的 就是不是說不擁護你的 就是問題是你現在 所謂的西方話語權 但是現在問題是 所謂的話語權都沒有下落 就是不是以前那樣 一言九鼎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但是現在都慢慢都不是 對 沒錯 現在是一言九鼎 九個人鼎你 說什麼錯做什麼錯 所以沒有計算的 那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和大家暫時談到這裡 其實還有很多議題 想請教李先生的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再談 好了 節目最後請大家訂閱大會上的頻道 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李先生 拜拜 拜拜